我就是看前面的車子 其實我看到 我看到它已經踩煞車燈 所以我也跟著踩煞車燈 所以我是 我們兩台車都已經停下來的時候 我就看著那個後照鏡 就看後面的遊覽車就 好像沒有差 咻就撞上來了 對 然後當下其實自己也都傻眼 想說 因為你知道呢 就是啃一下生死一瞬間 因為你看著後照鏡是那台車 大車又這樣直接逼近 然後撞上來那個 力道其實我覺得還蠻嚇一跳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 可能保險桿 當下我還只是覺得說 它是不是保險桿 整個壞掉在幹嘛 結果我下車看的時候是 連那個擋風玻璃 後擋風玻璃整個都破掉 然後裡面放的一些東西 都已經掉出來 那因為它撞到我的時候 我的車子也被往前頂 所以也撞到前面的那一台車子 所以變成我是中間那台 被夾在中間的 應該是說早上要去會刊 然後在市民高架橋上面 然後因為早上大概 九點多的時候 其實算是車流量比較大的 那其實行車速度也沒有 沒有比較沒有快 那我就是看前面的車子 它其實我看到 我看到它已經踩煞車燈 所以我也跟著踩煞車燈 所以我是 我們兩台車都已經停下來的時候 我就看著那個後照鏡 就看後面的遊覽車就 就好像沒有啥就撞上來了 對然後當下其實自己也都傻眼 想說 因為你知道就是砍下生死一瞬間 因為你看的後照鏡是那台車 大車又這樣直接逼近 然後撞上來那個力道 其實我覺得還蠻嚇一跳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可能保險桿 當下我還只是覺得說 它是不是保險桿整個壞掉要幹嘛 結果我下車看的時候 是連那個後擋風玻璃 後擋風玻璃整個都破掉 然後裡面放的一些東西 都已經掉出來 那因為它撞到我的時候 我的車子也被往前頂 所以也撞到前面的那一台車子 所以變成我是中間那台 被夾在中間的一台車子 其實我覺得還蠻驚嚇的 我覺得應該要去收個禁一樣 是有人身跑馬燈的感覺 當下其實就是 因為我覺得當下 那個力道撞下去的時候 是你會那個撞擊力會下一跳 而且還蠻大力的 我是覺得說那個人身跑馬燈 突然跑出來的時候 會自己覺得發生什麼事情了 因為那個有點來不及反應啦 對 但我覺得人沒事其實是最好的 然後只是一個可能驚嚇 然後再加上可能當下撞擊的衝擊 然後有一些拉傷 就是現在這個手這邊也 開始慢慢的出現痠痛 其實當下都沒什麼感覺 覺得還好沒有什麼事情 然後當然就是 現在開始出現 手這邊有點痠 然後剛才笑的時候就覺得 背好像也有點痠 但明天不知道還會有哪裡痠這樣子 那目前大概做哪天檢查 就是有去醫院 你看一下 我沒有去醫院檢查 因為沒有明顯的一個很不舒服 對 那只是他那個 陸續的拉傷的那個痠痛 才慢慢感覺出來 那可能如果說明天真的有太過於不舒服 我再想說再去看醫生就好 這手 對 因為其實停下來 因為我都是習慣用左手 握方向盤 所以他那個力道 其實因為停下來 所以那個力道撞上去的時候 這個手可能很用力這樣抓了一下方向盤 對 然後所以他現在是這邊 左手比較痠 然後還有背這邊比較痠 但就不知道明天還會有哪裡痠 對 其實都很好 然後我們三台車的車主 其實按照整個車禍現場發生的流程 都有九車其實都沒有喝酒 那應該就是說 他第一個安全距離 第二個可能大車的行車速度 再加上他需要煞車的一個距離 可能中間的這個行車距離 沒有拉好 所以前面已經陸續都煞車了 結果他沒有煞住就撞上來了 沒有 因為我下來的時候 他就那個司機就有問我說有沒有受傷 我說沒有沒有沒有 然後我就去看了一下 然後重點是 因為我的名片本來放在那個 擋風玻璃下面的那個成板 結果我下來看的時候 哇 名片整個傻一地 我整個傻一地 我想說我趕快第一期的時間 我說我沒事 然後趕快把名片剪一剪 對 然後因為當下那個司機 他自己應該也嚇到了 對 然後後來他說 我幫你剪我幫你剪 我說沒關係我自己剪 然後剪一剪 後來他說 喔 是議員本人 對 那我也覺得說 就是人都 每個三台車都沒有人受傷 那只是現在就是 全部全程交給保險公司來處理 後續的這個 不管是說賠償還是修車的事宜 都交給保險公司來做 行程整個就被影響到 今天都就是 對 因為光那個處理整個案件 用完就已經中午12點了 對 因為你還要等車子先拖下高架橋 然後再把車子再拖去修車廠 然後在保險公司這些等等的手續 其實大概需要一些些時間啦 對啊 那只是現在想到說 明天開始沒有車 可能就要改騎摩托車跑行程了 那你如果你說就是看到你車子被撞的 那麼誇張啦 有沒有想說接下來考慮改換進口車 超多 現在超多朋友說 是不是之前很多那個 網路上都有實際測驗的一些狀況 就大家都推薦了 V開頭的某幾台車子 就覺得你應該要換這台 感覺比較堅固 然後可能行車上也比較安全 大家就陸續開始 先問我有沒有事 有沒有身體狀況 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受傷 然後再來下一個說 那你可以準備換車 那可以就開始推薦車子給我 我說其實可以換哪些車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關心我都收到了 那後續這個我覺得 趕快先把這個保險的事宜 車禍的狀況 車子車禍的事故先趕快處理好 那車子我覺得 因為畢竟還要找自己喜歡開也好開的 然後還有價格的一個問題 所以還要考量到價格 然後再加貸款 所以那個還是要再看一下 那也感謝所有的好朋友 推了這麼多車子給我看 再考慮一下 對啊還要看一下 因為車子有些 不一定適合在台北市開 那大台一點的車子 其實台北市真的也不好停車 所以我就是還要再看一下 要什麼樣適合自己的車子 對朋友都很熱心 OK OK